现在呢是打算呢从埃德普顿去多伦多 然后去古巴 然后去一个星期 这边就是准备取行李超级多人 然后现在呢 我前面这边呢就是海关 然后机场还是挺小的 然后现在这边温度还挺高的 现在我穿的还是长袖衣服 就感觉有点热 然后我现在脸上都出油了 现在就出了机场了 然后有很多大巴 还有出租车 出租车的感觉很现代化嘛 虽然我没有去过纽约 但是看很多美区里面 纽约的出租车是不是都是有黄色的 然后我们现在去搭大巴去酒店 现在大包小包的 往大巴上面走 现在坐在大巴上了 还好大巴上有红条 然后我穿的长袖衣服 也不是那么热 然后去酒店 现在是三点饭 然后去酒店应该会洗洗脸啊 要洗洗澡 因为昨天是雷晨的杯子嘛 然后应该先睡一下 然后再出外面玩吧 现在呢大巴就开始 开始我们开始冻了 我们现在呢 就是酒店啦 那天天气超级好 二十几度 然后我们家那边的话 是零下二十几度 然后就是一下子 有四十度的差距啊 好棒 还有椰树 我现在走到房间这边啦 就在游泳池旁边 然后进来房间是这个样子的 非常的复古啊感觉 然后一进门那就是浴室 浴室的话就是基础设施都有 有马桶啊 哦是这样子吗 然后旁边还有一个这个 那是小便池吗 不知道 然后这边呢 就会看见有一个桌子 然后这边这个算是什么呢 算是这个窗 不算是窗子 算是这个拉门 可以直接出到外面 然后这边是两张床 柜子 电视 这么小 我觉得电视可能只有三十寸吧 反正非常非常的迷你电视 然后下面还有一个小冰箱 然后再往前走呢 又是一个窗户 然后又可以看见外面 就是差不多那个位置 就是游泳池 啊还有空瓢不错不错 再是差不多晚上六点钟 然后现在就没有什么太阳了 防费我还在房间里吐了不少防晒霜啊 然后我想呢就在酒店这边呢转一转 然后呢找一点东西吃 小的酒吧 然后呢这个呢是点了两杯 这什么 Mokito 就是有薄荷 然后还有什么的 那我喝一下再跟大家描述吧 味道就是蛮清凉的 然后现在呢是差不多六点半 六点四十五呢就可以吃晚餐了 然后就可以先去吃东西 这一天估计吃完晚餐也差不多了 因为我是昨天晚上一点钟的飞机 从埃德马顿先飞去多伦多 然后飞到多伦多是早上六点钟 因为有两小时差 然后有两小时差 然后之后 然后之后又飞了四个小时 然后旁边的人呢因为有六个人 所以呢他们就拿了很多凳子从我们这边走 所以呢我现在呢我还是在同一张桌子上 但是呢我换了一个位置 然后我今天差不多是飞了八个小时的飞机 前飞了四个小时到多伦多 然后又飞了四个小时从多伦多到八 现在看六点钟人家天还是亮的 我们在爱德马顿五点钟天就黑了 真的是差距好大 好开心哦 现在星期二了 星期二的早上 现在呢是差不多早上的八点钟 现在准备去吃早餐 然后看看去酒店外面有什么东西玩吧 然后他把每个人的手上呢都放了这种 算是什么手环 然后的话就是在这里面就是吃东西啊什么的 大概是这样吧 然后这几天七天就都要带着 吃这边还没有人在游泳 已经有人坐在这种沙滩椅上面了 那就是大糖 我拿好早餐了 这个呢是一个pancake 然后这边呢是omelette 然后还有一些肉 没有青菜这一餐我吃的 不是很好哈 等一下我再拿个牛奶喝 然后应该这就是早餐 那还有一点水果吃 因为刚刚我都没有看见 其实我就坐在水果旁边 就是在这边 现在我就走到海边这边了 然后海滩里酒店走路 差不多是两三分钟 蛮近的 然后真的是蓝天白云超漂亮 然后脚下的沙滩也是非常的细哦 还不错 然后我去踩水啦 现在我已经喝了三杯酒了 然后晕乌乌的 然后车呢就是我的午餐 其实大部分呢都很甜点了 今天呢是星期二 然后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们星期一到达 然后星期二才会见客服代表 然后两点半见了客服代表之后呢 我会定下来我来一天的客服行程 现在晚上七点钟就天就全部黑了 然后我们现在在这个地方呢 白天呢它是一个sike bar 就是白天是去些零食的地方 我白天的时候呢有来这边吃burger 然后这边是一点面包 那上来了一道就算什么 汤 这就是算是主菜吧 这是个taco 然后旁边呢是一个 这边是米饭 远远的娜娜有一只小猫猫 我们现在只能看见猫猫的小尾巴 哈哈我终于录到小妈妈了 现在呢就是最后这个甜点 现在呢是星期三早上 这边呢有一点炒 因为呢我在餐馆里面就是餐厅这边 我已经拿好我吃的东西了 就是这些 我现在在海滩这边 我已经去下海完了一下 然后现在脚上呢都是沙子 然后这边还有沙滩椅 可以躺在这边 今天呢和昨天呢是在一个餐馆 然后昨天在这边吃的是墨西哥餐 今天吃的是古巴的东西 香蕉 这边的台子上呢有一些沙拉和甜点 我现在呢已经把这个 前菜拿过来 就这种沙拉我都已经拿过来了 拿了一点虾呀 拿了一点青菜 也不算是青菜 拿这个是豆腐尼 然后这个是玉米 然后这个是今天是古巴主题嘛 所以这个餐厅呢还挂了一个古巴的旗 这边还有这个汤喝 这个汤呢感觉呢是有一点辣的 就很有那种态式的感觉 这就是今天晚上的主菜呢是鸡胸肉 然后呢我配的是黄米饭 它写的是Yellow Rice 然后就是这个样子的 有一点像炒鸡肉诶 然后别人要的是这个牛 就是牛肉的 现在呢是去哈马那的路上 现在是早上10点钟 因为刚刚我太困了 我在车上睡着了 诶 这边有卖这种菠萝的饮料 其实里面是有酒 这个还挺好喝的 参观一下 其实我还不知道我们现在在参观什么 然后大家呢现在都在照街景 就是非常啊好晒呀 这边的街景呢就是非常非常有那种 怎么说呢就是古巴建筑的特点吧 在教堂旁边有一个这个像是艺术馆 就好多画呀什么的这个地方 然后那边还有画 然后这边在室内呢它也是挂了好多很多的画 然后还是有两层的 还有这种同胶模仿秀还挺好玩的 这就是以前的第一条运河 然后看起来真的是很有年代感啊 这是街上的一家酒店 但是布置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古老 然后最开始呢这个酒店呢是法国人开的 街上呢还有这些人呢穿着这种民族服装 他们呢是在卖纪念品 然后和他们照相呢要付钱 这边又走到了一个广场 然后又是很有历史感的建筑 但是蓝天白云真的是挺漂亮的 但是现在有点晒 就是哈马那就是真的很不一样 它就是拉丁美洲嘛 是我第一次来拉丁美洲旅游 所以觉得各什么东西都是特别新奇 这边是一个武器展览馆 有蛮多枪啊刀啊就是很多的枪 然后里面的柜子里全部都是枪 这边呢不是很大这个武器展览馆 但是枪还是挺多的 远远的地方呢有人在跳这种 像是踩高桥 是踩着高桥 然后再打着鼓 街上还有一个亚洲展览馆 一进来呢就有一个这样的冰马友 这边是教室 原来就在街上这么吵的地方 原来就是要小朋友学习的地方 这边有一只猫猫在这儿 还很可爱嘛 你动不动哎超级乖 路边有好几只狗都在这边睡觉 一定是因为天气太热了 这个是个革命领袖的雕塑吧 然后我们现在都在这儿参观 听了导游讲完之后 我知道了这个是第一任总统的雕像 这边有一个小火车头 我们现在呢是在自由活动时间 然后我就来这边看一看 好像是一个城堡一样 然后这边呢还有这种泡吧 就是这样子的泡 然后就来这边看一看啦 这边真的是好热好热呀 现在差不多室外活动两个小时 我觉得已经热得不行了 但是其实这边的温度才二十五六度 这是我们今天参观的最后一个广场 然后可以看哦很多游客啊 这边一个一个旅游团的 我们今天遇到了超级多旅游团 现在我已经好热好热好热了 然后现在呢已经一点钟了 我们还没有去吃午餐 一点钟参观完这个广场之后 我们呢才上大巴 然后大巴再把我们拉去吃午餐 好热好热呀 一点都不想动了 有很多很多的马车在这边 都好玩不哦 超多马车哎 我过来在这边停了好多老爷车 哦这些老爷车都是出租车 很有特点嘛 哦里面还有很多我就不往里面走了 实在是太晒了 我们的中午的餐呢 是包在我们来哈马那一日游里面的 然后现在先上来的是这个面包 先上来呢有一份蔬菜汤 菜上来了我点的是鸡肉 这个样子的 摆盘还挺好看的 旁边有人点了鱼肉 鱼肉是这个样子的 然后他们的可乐是这个样子的 这叫可口可乐 就是没有可口可乐的 现在是最后的甜点了 这个团餐还不错嘛 前面这边就是革命广场 我们现在打算走过去照相 现在呢团队呢有十分钟的照相时间 我呢就会在这边闲走一下 因为如果要是进去参观是要钱的 然后我们就只有十分钟时间也不够 我们呢跟旅行团呢有一个小时的自由活动时间 这边呢有一个像是小小的集市 就是有很多旅游纪念品卖 已经转了一圈了 然后现在呢我就基本上回到了我准备集合 回到瓦拉德罗的地方了 然后这个地方呢就是有很多新的楼 然后像这个酒店呀看起来就蛮好看的 然后远一点的还看有比较老的楼 然后集市呢也是看起来就是非常有年代感 今天呢是星期天啦 是在这儿的呢最后一个整天 现在呢差不多是中午十二点钟 其实十二点多了我打算呢去餐厅吃午餐啦 然后现在我待的地方呢是酒店的游泳池 然后因为呢就是酒店离海滩很近嘛 很多人都在海滩 所以游泳池是没什么人在游的 然后等一下呢我会去照一下午餐吃什么 晚餐吃什么 然后明天早餐吃什么 明天早上九点钟就离开这个酒店啦 然后其实这几天呢除了去哈瓦那呢 就是有出离开酒店 其他的时候呢都是在酒店的海滩上 吃了几天呢我发现 我发现一面是最好吃的 这个就是我选的午餐 然后我选了木瓜和橙子 他们把橙子这样切 我刚开始来的时候以为这个是柠檬 但是是橙子 然后我觉得午餐呢一面呢是最好吃的 是我最喜欢吃的 就是你可以选择一面啊 这种一面通心粉 然后选完之后呢他们会帮你煮 你还可以选择用哪一种 哪一种哪一种 哪一种酱汁 现在是差不多晚上七点钟 然后我现在没有化妆 因为我今天都是他的那个 七点笔谜嘛 所以差几个小时之后他就会比较脱 然后现在我已经拿好晚餐了 现在呢没有那么饿 所以呢晚餐呢我打算呢吃一些水果 然后呢就是吃一些甜点 就是比较不能拒绝的甜点 因为我还是蛮喜欢吃甜点的 就是这个是鹰绒的小蛋糕 我觉得超级好吃 今天是在这儿的最后一个早上 然后现在去吃早餐 我已经穿好长袖衣服了 在早餐我已经拿好了 我选择了这个omelette蛋饼 然后一些水果 还有一根香肠 然后还有咖啡 现在呢是早上的八点半钟 早上八点半钟 吃完早餐呢我们回去拿行李 然后呢去退房 九点半的时候呢会有大巴来载我们去机场 我把长袖衣服脱了 因为实在是太热了 然后我现在呢在主舰前台上网 他们这边呢有上网卡 然后呢是一个COC一个小时 我七天就用了这一个上网卡 九点四十五分我们终于成功呢做到了大巴 然后差不多开二十分钟就可以到机场了 希望机场有免税店可以买一点东西 古巴的机场呢出发和到达是在同一个层上的 然后现在呢就是在海关前面 然后我转一下大家可以看见 我后面呢就是海关 有一个古巴的旗 然后古巴的海关呢都是在小房子里面 就是一个一个黄色的小房子 我现在已经过好海关 现在呢还剩了二十块的古巴的钱 打算呢在机场里买一点东西 我坐在免税店的门口啦 已经买好啦 我是买了一些烟 买了这些烟 买了一瓶酒 然后呢酒呢是狼母酒 刚刚好用掉二十块 这次呢飞机呢是直接飞多伦多 我还从来没有在多伦多路过加拿大海关 我还从来没有在多伦多路过加拿大海关 对这个带来说 我还可以再说